大家好,很久不见,今天是5月23号2023年 那我们从上次最后一节课到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 那我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 那上次我们就讲就是说如何建一个比较容易的wordpress网站 那通常情况下呢,就是说 如果你的网站长得不是很漂亮的话,你是不会满意的 那如何建一个比较专业的网站呢 那通常呢,您可以就是请比较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你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比较省钱的方式呢 就是用现成的模板去做 那我们公司呢,已经设计了一些模板 那现在我向您显示一下我们公司的网站bbdsdesign.com 过您来我们公司的网站,这边有个demo page 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放了一些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个模板 那这些模板呢,都已经是现成的网站 那您只需要选择一个,然后把您自己的数据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自己去这个把您的内容加进去呢,并不复杂 是比较简单的,那这些网站呢,因为设计上稍微看上去 比较繁琐一点,所以我们是用Site Builder 那这个Site Builder呢,就是说是WPPakery 也是非常使用的,那我相信就是说您大概点一点看一看就可以 那如果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是,就是说可行的方案的话 您可以到我的公司的网站,就是在这个bbdsd站上 那到这个shoppage,那这里呢,我们有一个29块9毛9的这样一个package 这个package呢,就是相当于连服务器在一起的一个package 就是说你如果购买这个package的话 您只要每个月29块9毛9,你就可以有一个已经设计 然后还有包括你的服务器在全部在一起 那您以为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您自己的内容加进去 如果您有任何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你也可以联络我们 那如果你点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 比较容易,然后你只需要就是说 去,然后呢,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您选哪一个这个模板 但是如果就是说您说需要换其他的模板也可以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即使你选了一个模板 那之后想换其他的模板也是非常容易的 这个并没有很固定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就是说简单快速的方式 就是说如果您需要一个比较专业漂亮的网站 我们有设计很多这个模板呢,为不同的行业 那您大概看一下,我觉得你一定会找到一个 就是说您的行业在里面 那这些模板呢,那这些模板呢,都是非常容易Customize 就是说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变成不一样的这个形式 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很固定的 那这个只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 如果您选择这个设计之后,想自己再加一些您的想法 这也是都可以的 那这就是就是说如何就是说快速的去建一个比较专业漂亮的网站 那因为我放了一些关于有关这个就是说建站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想来美国之后 我想来做一些小的这个start your business 或者说建一个个人网站 然后呢,就是说您需要知道的一些内容 那所以我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课程 那我看到有些网友呢,就是说留言 还有问了一些问题,那我在这里同意回答一下 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有网友问这个wordpress在国内有没有 那这个呢,我真还是不清楚 因为这个我现在是在美国波斯顿 这个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软件 那在这个其他地方呢,也非常流行 但是我不知道国内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软件 这个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它却是有中文版的 就是说这个软件有中文版的 如果就是说你想用它的中文版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网友问呢,就是说在建站之前 是否需要向国税局去申请 然后做一些手续上的问题 那这个呢,就是说通常来说那是不需要的 就是说您大概知道在美国呢 就是说建站跟您的建公司的法律手续是 这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您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建很多很多网站 都不需要向国税局申请的 您可以就是说立刻建一个网站 然后并用这个网站去开始做您的生意 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然就是说在最终就是交税的时候 你需要就是说所有的收入都需要交税 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在您开始做这个网站之前 是非常简单,没有这方面的麻烦 还有一个网友有问呢 就是关于就是选择软件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有做一个视频 让我来看一下 就在这里就是说 因为现在建站的平台很多 有Wix, WordPress, Squarespace, Shopify 有很多平台 那就是说网友还是不是很清楚 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 那如果您来我的网站 来我的频道的话 您大概知道 就是说我是比较建议这个Wordpress 因为我已经做了十几年这个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软件 所以呢我很推荐 但是呢Shopify Squarespace 它确实有它的优点 Squarespace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模板都是非常的漂亮 那Squarespace它的优点呢 它有很多marking tool 它呢比较容易跟你的这个 亚马逊的账户连在一起 就是因为亚马逊有它的这个 affiliate program 就是你可以跟它连在一起 非常容易做 还有一些dropshipping这些 都很容易做 所以它有这些marketing的特点 这是它们的优点 但是缺点也很大 就是它们都很贵 就是说你如果用Squarespace 或Shopify建站的话 是很贵的 那我绝对是不会建议你使用Wix Wix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软件 那非常的不完善 就是当您之后 以后您的网站 比较壮大 需要一些比较强大的功能的时候 Wix并不会就是说很方便的 把这些功能加上去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也很贵 它并不便宜 所以总的来说呢 我是比较建议WordPress 如果你就是说实在不想用WordPress WordPress的话呢 就用Shopify Shopify也是很好的选择 那好呢 今天呢就是说 我就讲到这里 那我想呢 之后呢就是说 我实在是节奏比较快 就是说有的时候非常忙 就没有时间 所以呢 我觉得我现在看到 就是说大家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想那之后可能 视频会做的比较短一点 然后呢做的就是说 不会很正规 不会去加字幕 也不会去编辑 那就直接就是说 你回答大家的问题 就是说教大家一些 就是说我这些年的工作上的一些经验 告诉大家怎么样迅速的就是说创业 迅速开始你的这个个人生意 然后我希望可以就是说上课的频率比较高点 所以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希望您留言 我都会在这个视频里回答的 那好 那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那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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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